巴黎的撒纳盒在连续两间降狱后变得混浊 所以奥运主办单位取消原定昨日在合理居心的杰仁三项联席 他们有信心在本周二和周三将会进行比赛 另外公开水上游泳比赛也预计会在下周内居心 我们在沉默元附近的沉默和周下问了发国民众 他们对沉默和河水的看法 但是他们都不相信沉默是干净的 我认为了巴黎的马产棱和河水上游泳比赛 我们可以忍着 是的 有巨大的测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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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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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一部分的误言 主办公司在昨天 并没有说明 细菌的安全标准 但是他们强调 养动员的健康 就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在终于 这会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在终于 我不知道在终于 在什么 但是在终于 现在 我认为 他们工作 在终于 在终于在终于 在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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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认为 当然 在终于 在终于 所有的水泽 我认为 终于 在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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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nah 和 今年的 水上比赛 和1900年的 奥运相遇 但是 从1923年 Sainah 就是被 现在游泳了 可是 巴黎人们 到1960年代 都还在 河里 偷偷游泳 2015年开始 法国政府 已经花了 40亿欧元 来经理 争顿 塞纳河了 比赛 是否能 按照 原定计划 进行呢 请大家 拭目以待 TVBS新闻 龚香华 许兴汉 法国巴黎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 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 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